那以未懂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想你最近也看到这个两岸的金融业的发展 台湾这几年其实相对停滞不前 那民股对民股的合并或公股对公股 都有一些制度上也好 或人事上的一些困难 那我们你看看 中国大陆现在银行业已经发展到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只能去找那个小的利基点去插入 我们以目前来讲 我们到底后面的金融改革制度应该怎么走 其实金融业是我们的服务业里面 产业关联最大的 那个家值 服务业家值的量含量最高的一个产业 那么这几年来 事实上我们受困于刚刚两位有提到 因为我们家数过多 我们规模太小 然后我们的经营的利差太低 事实上我们因为利差低 金融业是在风险边缘在经营的 所以那么渐渐的刚刚也提到了 大陆过去是比我们落后的 大陆利差大因为它换款6%多 那个存款3% 它用关定的利率去保护它 那么这种情形之下 大陆的规模变得很大 那其实以台湾现在的整个金融业的 刚刚提到的规模 它的产业规模 然后再看它在大陆市场上 现在所营运的业务规模 我们未来空间其实在大陆是蛮大的 那我现在提的是商业银行的部分 当然商业银行也有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我们可以再来谈 那商业银行的部分 我们现在不仅在国内 还有外资银行的信用 占据了我们很大 两大外资银行 它的专业跟诚信 事实上瓜分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市场 然后台湾跟新加坡 这个香港之间 又有区域之间的替代力 比如说你在做资产管理 这种存款的方面 我们对于外资外国人的钱存在我们这里 是要课利息的 香港是不课利息 利息是不课税的 这种把我们替代的功能也很大 那么最近因为大陆开放了这个市场 然后两岸因为金融的这个协议自由化 一直在谈 那么慢慢的我们可以来开放 这个人民币的业务 所以变成台湾这专方面有很大的利息在里面 但这利息是潜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比较外资银行来讲 我们并没有人家的专业跟诚信 可是比较外资到大陆 或是比较台湾的银行跟大陆的银行之间 我们的专业的诚信是比大陆银行高了很多 在华人圈里面 所以如何使得我们运用这种两岸服务业协议的利基 然后政府呢 刚刚这个何校长也谈到了 就是用市场机能让它去整病 然后他们目标着远到未来大陆那一块潜在的市场 以及在国内的竞争力的增强 用市场机能来给它诱因 而不是给它限制 现在给它限制很多 那么财政部只是一个代表一个大股东 真正业务管理的是金管会 我知道我们金管会的这些主管机关们 长期以来已经把我们的金融产业 管得理得很顺了 已经很透明化了 我们的监督管理事实上 在亚洲地区 戴上也很干净 对 很上层的 现在要的就是要把它松绑 那么我们金管会一直告诉我们 你们民营业 民营跟民营去病 不要在乎谁是最后是老板 所以做这个金融业是很辛苦的 是要让要请专业的 透明化的队伍来经营 大家来做一个快乐的股东 那么金管会应该把这个philosof 也告诉我们光股的大股东 财政部也要这种胸襟跟观念 官民营共同来监督 这种professional专业的经营团队来经营 这个才是三营的策略 对公股或公股对民股或民股对民股 在这个整病的过程当中 竟然有相当高的难度 所以能够整成已经不得了了 那整不成其实是常态 那我想我们在一个整病过程当中 有一些纷纷扰扰也好 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求它 最大的公益数 让股东都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 等一下会儿我们再来讨论 欢迎再来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在整个金融业的整病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不管公股并公股 或公股并民股 民股并民股 这三种方式 其实难度都非常高 那这当中到底应该按照市价来 在作为设定的价格 还是按照净值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今天回来我们要请教何部长 就是说台新跟这个张颖的合并 财政部态度非常坚定 我们张胜和部长说绝对不可以 那他斩钉截铁 那他一直希望公股并公股 那我想这也有很大的一个难解的题目 那如果以这个个案来观察 我想现在双方大概都有苦难言 一个就是说 现在如果按照吴东亮董事长的想法 干脆他说你既然不让我病 那你按原价买回 那是2005年的事 那当时他买的价格26块多 现在16块17块 差距很远 所以对财政部来讲 他一定不愿意 那不愿意 他想病财政部也不给他病 那双方就降到那边 降到那边也无解 那这个就是一个双输的格局 我们如果从这样 你也做过财政部长 而且张盛和书你一手提拔 那我想在这个事情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台新跟张银的 这个双方的僵局 有没有可解的空间 是 这个就像主持人讲的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 大概2005年 当时的价格是26块1.12 那花了365亿以来 做到这个22.5%的这个经营权 那现在的困境是说 不管是用26块或者用16块 那如果对方都不可能接受 如果用26块卖回来的话 财政部是没有办法接受 不管谁做财政部长 这个中间的10块钱的这个 这个投资的损失 等于是全民买单 但是你如果用16块来算的话 那对台新的股东 是没办法交代的话 所以在这个 不管用什么形式 其实是卡在这个价格 那我们有一个困境 就是说 例子上没有办法完全还原 我们没有办法来模拟 就是说当时26块 不做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话 做别的 情境迁移的机会成本的话 也许赚的比26块多 也许赔的比16块还要多 所以不晓得 那唯一的解套的方式呢 我觉得说 就要把界面要增多 所以我希望 用三张营的合并 一并来处理张营的问题 现在这个财政部长 有没有这样的魄力 可以把三家这样并在一起 我想他既然从 工从工的这个方式来讲 可以增加他的规模 那我们用胡盛政先生 他一直期待的 就是我们董事长也提了 就是与市场上的经营来 因为我们不要给他政策上的任务 就是做一个大股东 用最好的利润的方法 增加国库的收入 在中间呢 我们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忧虑 他会家族化 因为第二和第三 加起来还不如工股大 所以工股会坚持去家族化 会坚持公司治理 然后这个里面 也许会找出一个方式来 在26和16之间 我们讲的白一点 找到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价格 来反映出这个机制 来做这个 因为它很复杂 所以有比较周魂的空间 对 如果你现在硬碰硬的话 一个在河的西边 一个在河的东边 是没办法处理的 对不对 你怎么办 你在中间搭条桥 这个桥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界面 所以我觉得 三商银提供一个新的 当然它有很大的挑战性 有很大的一个复杂性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给了很多的一个 一个制度上的一个周转的机会 也许可以找出一个方式 而且会把这个tension稍微 大家 其实我也替双方的说话 对 其实大家都有苦衷 对 那用26会 一方绝对没有办法接受 用16一方也没有办法接受 这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 其他的方式来 大家替大家多想一想 我觉得倒是 我想张部长应该有 这样子一个诚意 很这样一个魄力 那我想董事长 也在这么多年的困境中间 我们来找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最佳的 但是我们希望找到次佳的 那可以在这个 三商营这里也许有一个机会 我想这个 现在大家帮吴东亮董事长 去找一个解套方式 那我想 现在这个僵局在这里 刚刚何部长是 提出一个看法是 新商三银行 那这个就是 现在看起来比较明朗的 魏东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那刚刚我讲到 在并购里面 其实一个是价格 一个是净值 那双方一个股东利益 一个这个小股东利益 跟经营者的利益 还有一个大股东的利益 这个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每一次 在并购的过程里面 在谈的过程是很困难的 那我想你现在也 也有这样一个难题 那我们如果看 那个金融整并当中 如何创造各方都赢 其实最重要 说我们的金融业 是一个高度监理的行业 主管机关的政策态度 因为你这个整并的结果 一定要主管机关同意 所以主管机关 要给很明确的指标 甚至要给奖励措施来 因为现在政府也鼓励 要整并来增加 我们的竞争力 所以这个东西要很明确 但是细节就不要去管太多 但是要对所有的这些 这些股东 大小股东 或者是民营的股东 或公营的股东 政府的态度 主管机关都要明确 是鼓励他 应以奖励里面 也希望大家 以整体长远的利益为准 未来的竞争力 才能够化解这个问题 那刚刚这个金融兄谈到 就是说 因为现在这些金融机构 都已经上市了 上市的话 它是接受 不仅主管机关把它监督 公众监督 公众监督 那告诉你 如果今天有一家公司 有一家银行 它的市价已经超过它的净值 它的小股东一定希望 以市价为准 如果这一家银行 它的市价低于它的净值 它的小股东会要求 它要以净值 那么大股东 现在都要去 很尊重小股东 所以在谈这个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的艰辛 非常的困难 因为大家都希望 不要有任何的瑕疵 所以这个程序都会很慢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都要向远来看 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好 我想台湾 其实我们在金融改革当中 我们步调效率比较慢 所以现在台湾的银行的股价 在亚洲来讲 它的股价净值比 大概1到1.5 相对上 大陆高的时候 5 4.5 3以上 所以这个同样 股价反应的价值 台湾相对是低的 那这个低 我们到底如何来创造 更高的价值 能够让这个 整个金融业的大股东 小股东 能够在市场 能够共立 那我想等一下回来 我们来请教部长来看看 台湾其实马总统一直在讲 三次金改 那第三次金改 我们到底怎么改 那我想这个轮廓到目前都没有 我们也给马总统来做一个建议 稍微来 花样 一断 十rą 是 能够共立 em 刚能 inform 拜托 ihr farm 要